主持人 不能驕傲 回去還是要好好努力做功課 其實四連勝跟四連敗的想法是差很多的 因為如果四連敗你後面也沒壓力了 但是你四連勝就變成說 如果你把四連勝那個局給搞砸了 那你那樣子會更痛 對 那其實我們從來沒有這樣的連勝的經驗 過去屬於他們那屆也是最後一天 最後兩天贏了松山高中才晉級的最後四強 那沒有想到在第五天我們就晉級了 其實我很為這支球員感到驕傲 因為他們真的他們很努力他們很認真 然後他們很願意去接受教練下達的指示 然後他們團結一起一起對抗強大的對手 在我們兵員沒有那麼充足的狀況之下 他們達到這樣子的成就 我覺得為他們感到驕傲很開心 沒有那麼緊繃 因為已經確定是搶了 然後所以可能就一個石頭就放下來了吧 然後可以在後面兩天就是抱著一定要平常心去打 就沒有那種一定要贏的那種感覺 就是很感謝團隊相信我在進攻上面 然後他們也很努力的幫我拼防守 然後密布的這一塊 然後當然就是也很相信阿勝的代表能力 就是還是一樣既可能去分球給他做球給他 然後再來就是相信教練 然後當然很開心走到這一步 就是我們每個人都很開心嘛 因為其實我們都是儀主 然後不然就是甲州後半關了 所以我們就是很興奮 我們還可以走到這一邊 對啊 我們一直在鼓勵孩子們 他們要勇敢的跳出來 對像今天馮承恩啊 羅仙平在關鍵時候都有跳出來 那我覺得那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因為可能對人人家商來講 他們那幾分都是多餘的 都是今天是多賺的 對啊 那我們最後贏的分數 就是他們今天多賺的分數 對啊 沒有 好 成江山山川錢之亮嘛 我要去追 然後我要把球運出來 結果我那個壓肩 我那個壓車太壓了 就是剛好那裡探 然後就跑動 對 我真的 等一下就 全力去拚吧 因為剛好上最後一棒 都要全力去拚啊 自己自己的失誤啊 自己自己彌補回來 表現了 六七分吧 六七分 因為還沒到很放開檔這樣 不知道什麼 就是 有時候就會 就是 太執著去 給那個 中華盛跟阿森球 對啊 所以太執著給他們了 我覺得有時候 該幫他們分擔體力的時候 還是要跳出來幫他們分擔體力 心情開心啊 我剛剛就是 享受吧 就進一顆球就好一次 示範自己的壓力 都給自己信心 打球就會越打越好 很謝謝我的隊友的 給我們這麼大的幫忙 然後 贏得比賽 我覺得很開心 一步一步來 那 先把自己調整好 我一直強調 我們把自己調整好 我們把自己準備好 然後迎接 就是迎接接下來的對手 然後我們去挑戰他們 這樣子 因為說真的 工作中學不過是第二年打四強而已 我們當然我們在齊舉 下一個階段可以在四強開舞 對啊 那是我們下一個目標嘛 因為這個學年度的孩子們 已經再度的打進了四強的舞台 對 那第四名第五名以後 再進四強 我覺得 我相信我們會走得更踏實 謝謝第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